《家和万事兴》这句俗语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家庭和睦的重视 然而,从古至今,人们都在不断寻找家庭和谐美满的秘诀 可见其家并非意识 那么一惊风的家人挂,是如何阐释至家之道的呢? 为了获得家庭幸福,不同的家庭角色又该分别承担怎样不同的责任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用我们一起感悟异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忠厚即善 我们先来看一看家人挂的整个的挂形 在这六个窑里面,初九是单位的 六二单位,九三单位,六四单位,九五单位 只有最后一个窑,上九,它是不单位的 如果把上九变成上六 大家看看,家人挂马上就变成季季挂 就是告诉我们,你只要按部就班 你能够把最后那一窑真正地做出来,行得正 那你家人所要求的一家之道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我们很大的鼓励 初九说,贤有家,毁亡 我们先看这个毁,就是后毁的毁 毁恨的毁 那你感觉到很遗憾 他又单位,他又与六四相应 那有什么好遗憾呢? 虽然他说毁恨,消失的,叫做毁亡 最后会没有了 那我马上就知道 前面,那个贤有家 就是让你没有后悔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贤就是防范的意思 你看,他这个挂 上下都有羊,守住 就表示这是我们家的范围 有大门,有后门 如果有庭院的话,还有围墙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范围 我们家所有的风气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 先不管外面的事 我们太喜欢管别人的事情 以至于把精力都放在左邻六色搬弄是非 搞得大家不安 然后才把门关起来,躲在家里面 干嘛?发抖 那家还有什么家教呢? 我们要把这个消除掉 怎么办? 就是了解我们家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啊,从哪里开始? 从初九开始 所以初九要就是自家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要知道 家里头不可以养成坏习惯 这是第一道防线 你要言 家人才知道我不能犯 我们如果刚开始很放松 认为这小事情 认为这小事情 认为才第一事 无所谓 一旦养成习惯以后 很难矫正 那就有悔恨 小象说 贤有家 智未遍野 智就是秦超 我们有与生俱来的纯真 我们有与生俱来的那种真情 要在家里头好好保留下来 防范它变成邪恶 我们也没有说 人性是本上的 但是最起码 我们要勉励自己 人之处 信本上 其实这句话是讲 古老古老的人类 你看 在远古的时候 那是人类刚刚 诞生出来 信是本上的 可是经过一代一代的污染 现在的人 你还相信他 人之出信本上吗 我看 非常值得我们怀疑 一代 不如一代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 我们要严家方范 不要烂 小孩子 一开始就染成坏习惯 我们这种意志 这种情操 是不能改变的 否则的话 一个家族 只要哪一代 他会告诉你 这是可以松动的 这是可以商量的 这是要因应 社会的风气 来调整的 那整个就松掉了 家人挂下离上讯的挂像 其实象征着外部的风 产生于本身的火 影响是由内到外的 因此 这家之道 也是从管理家中事务开始 第一步便是要建立 良好的习惯和风气 防患于未然 然而 有了规矩之后 家庭成员还要各自做出怎样的努力 才能享受家庭幸福 带来的快乐呢 六二摇 他告诉我们 无忧税 在中会 征集 中会是什么 就是整个的厨房 都是他在掌理 他无所成 叫做无忧税 我们整个挂的挂主 就在六二摇 不是在九五摇 就是以主妇 当作最主要的一个角色 凡是跟女性有关的 就是要柔 只有柔 你才可以 发挥绿女真的 有事 我们的观念 认为说男人在外面有事业 有社会地位 有民生 有什么 这个了不起 其实 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 祖父在家里面 那你有一个温暖的家 那你没有后顾之忧 你有今天的成就吗 你看我们现在人很奇怪 一天到晚在讲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贤费的女人 但是我们会觉得 妇女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 没有价值 这么很矛盾 在家组长家务 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业 第二点 你会不会认为 爸爸在外面 领薪水回来 他对家庭有贡献 妈妈是只有花钱 没有收入 那他就不如爸爸 会不会这样 其实你问小孩最好 有一天 有一个爸爸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去问他女儿 他说 女儿啊 你比较喜欢爸爸 还是喜欢妈妈 这种话是不可以问的 因为你这样就跳破是非嘛 你就不像个爸爸了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问啊 那女儿也会回答 很妙 他说我比较喜欢妈妈 他说为什么 因为他吓一跳啊 他说你在家只会看报纸 只会看电视 只会发脾气 什么事情都妈妈在做 他说女儿你错了 爸爸在外面比妈妈辛苦啊 女儿说你辛苦什么 辛苦赚钱啊 要不然我们家怎么活 他好像他这个教育很成功 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以后 爸爸回来 因为他习惯性了 都会把口袋里面零钱 去掏给女儿 让他去放在一个小猪里面 当他把零钱 偷出来给女儿的时候 女儿竟然哭了 从来没有的 以前哪里也不会哭 现在哭了 他说你哭什么 他说你去上班一天 就赚这几块钱 我们就要怎么活 我们家怎么活 你看人都是至少麻烦 爸爸的责任里面有一条 帮助子女了解妈妈的重要性 帮助子女了解妈妈对全家的贡献 妈妈的责任也是一样 帮助子女了解爸爸回来 为什么有时候脾气不好的原因 帮助子女了解爸爸经常在外面 他在做什么 这样就是风火腹香衣纯 这就叫做香肤池 现在没有了 现在妈妈动不动地说 你给我乖一点 要不然爸爸回来 你就疲痛了 我跟你讲 爸爸有妈妈这么好说话吗 你看出卖爸爸 爸爸回来也一样 买了玩具 把小孩拿到一边 你看这个都好玩 你拿去给邻居 娶娶他们 让他们在 这个也羡慕你 你在干什么 这种算家教吗 六二为什么特别告诉你 无有水 因为它是地道 我们要记住 地道是无成的 地道无成有终 你看大地 它成长万物 它本身有什么成就 你看树木长的 也不是地 动植物在那里 长大 地还是地 地的伟大 就在这里了 你要功劳干什么 你要成就干什么 你这是有始有终 配合大自然的发展 你就够了嘛 所以他别告诉你 你当妈妈的 你当家庭主婦 无所成 你不要一天到晚 要跟先生去比啊 有什么好比呢 他是他吗 你是你吗 各有各不同的责任 在中规 我只主持 厨房 在中规 今天的意思 已经不是这么偏窄 是告诉家庭主妇 你是在下挂 离挂的中位 你要守中 你不要去问外事 你顺了九五 你就得复照之正 这几句话 包容万象 内容非常丰富 各位好好去想一下 家务事是大事 不是小事 小象说 六二之机 顺以训也 你看祖父 他要有柔性 他有谦顺的美德 他能够 用 他那种柔软的身段 来把一家人 相处得非常愉快 这是他最大的功能 最了不起的 家人挂的六二窑单位 右处下挂之中 与九五相应 想象的家庭中的妻子 柔顺而谦逊 权力以赴 执掌家务事 虽然事业上的成就 可能不大 但却是作为妻子 应该守之的正道 丈夫以及子女 都应该尊重并感谢 好为家庭做出的贡献 这样的家庭便能 其乐融融 然而 是否家人之间 永远一团和气 就代表家庭很幸运的 正如 你该对家庭尽了 哪些责任呢 九三 家人 浩浩 毁力 鸡 你看还是鸡 父子 熙熙 中令 这什么意思 因为九三 它是阳刚 过中 你看它已经来到 夏里瓜的上端 它又是阳刚的 所以有点过分 自家太严了 好不好 家人浩浩 好像很严酷的样子 大家都有点害怕 我相信很多家是这样的 一听到开门 赶快伸出来看看 是不是爸爸 是爸爸 你会像外国人一样吗 你看外国的小孩 一看爸爸回来 他就跑过去 就抱爸爸 I love you 两个人就 好像 久别重逢 那个样子 中国小孩有这么呆的吗 中国小孩 一生出来看爸爸回来 眼色不太对 赶快回去做作业 谁都不敢出去 你出去是讨打的 聪明 虽然有点不够亲情 但是 他是吉祥的 为什么 因为小孩慢慢长大 他会知道 幸好我爸爸是这样 我才懂得怎么去因应 怎么去应变 怎么擦颜观色 要不然出去 老板的脸色我都看不懂 爸爸对你科技 带你如上宾 一旦老板给你脸色看 你就很大的挫折 你就要辞职 你就搞笑天意要崩下来的 那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你自己去想 相反的 如果父子 父子就是妈妈跟子女 嘻嘻哈哈 笑闹 嘻嘻 一定会有 很大的遗憾 第三 也要告诉我们 自家 宁可 稍微圆一点 不可以过宽 因为盐要放松容易 你看你从小把小孩塑造成 规规矩矩矩 然后随着他长大 你慢慢放松 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你从小放松 放到没有办法教他的 那你就跟他有仇人一样的 那绝对是不好的 小巷说 家人 浩浩 未失也 未失就是没有失掉你的家规 你自家稍微延一点 其实你是对家里头最大的贡献 家里面总要有一个 让你小孩看到你心有戒心的 他天不怕地不怕 有一天连家人来 他也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觉就很痛 没有失掉家规 可是当妈妈跟小孩子 一起嘻嘻哈哈 没大没小的时候 是家节也 家节就是家教 就算一团和气 就算很快乐 你也已经没有家教了 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 就是说 就算严厉一点 有伤和气 有伤情情 还不会有失家教 有失家教跟有伤情情两个比 有失家教比较可怕 因为你这个可以修复 当小孩又懂事以后 你看我爸爸到晚年 他跟我 那真的是跟朋友一样 但是 他带我当朋友 我不敢把他当朋友 我一辈子不敢当朋友 为什么 我还是有顾虑 因为从小就知道 爸爸是很难商量的 只要有错 他不管你是什么 他就是马上告诉你 为这个心理准备 我反而觉得 有事情跟爸爸商量是好的 没有人比爸爸更了解你 没有人比爸爸 更完全百分之百 站在哪里面想想 一个家庭中 丈夫的责任便是严谨至家 虽然有时过严 可能会使得子女 与自己感情疏远 但是 也不能让孩子有失家教 否则好不容易 在初九窑中 建立起来的家规 便会荒废 最终导致家道衰败 那么家人挂中 除了下挂三窑产式的 其家之道外 上挂三窑又能对我们的家庭生活 起到怎样的指导作用呢 六四窑 富家大吉 就是因为前面三窑你做得很好啊 你到了第四窑 当位 然后跟初九又相应 李家应该人人要守本分 要尽责任 你看六四 他上面是九五 下面是九三 他处在两个羊窑的中间 上乘九五 下乘九三 表示他既不放上 也不交下 不放上 不放上就是不要老是在人家面前 尤其是在子女面前 老是跟丈夫吵 你吵赢他 你有什么用 你吵赢他 你已经失掉这个子女对你的信心了 你不交下 你看一个好的祖父 他对请来帮忙的家政 人员 他都一点不骄傲 一点不看清他们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叫做可妇亚 我们去看相的时候 常常讲一个妇女说 你有帮夫孕 这是很大的棺材 你嫁到那家 那家就兴旺 你嫁给哪个人 你的丈夫 就得到好处 你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人呢 不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看我们家本来很好的 就是娶了你以后 我跟我爸爸也没有话讲了 我跟我兄弟也很疏远了 而最可怕的就是 我的朋友都跑光了 你会发现 一个人如果娶了一个媳妇以后 所有朋友都跑光的话 那你这辈子 后面的日子怎么过 小相说 富家大吉 是什么道理 顺在未也 你想想看 他的上下都是阳刚的 你如果不顺的话 你怎么去乘上其下呢 所以柔仁克刚 在《易经》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以印碰印 两败俱伤 《易经》认为 柔顺是女人的天性 而在家庭中 女人更应该利用柔顺的优势 调和化解一切矛盾 使得家庭成员 人人守本分 尽责任 从而令家庭美满幸福 此外当家庭内部 齐心协力之后 又该如何感化他人 使得生活环境 也安宁美好呢 九五窑窑词 王阁有家 就是你已经齐家了 你显然就是个小国王 物血 你就不用发愁 你发愁什么 家里都齐好了 自然 人家就来跟你模仿 你看两家在隔壁 一家吵吵闹闹 一家很安宁 很和谐 前卫那个吵吵闹闹的人 刚开始没有觉得怎么样 久而久之 他就回去了很奇怪 大家都是人 为什么隔壁就很安宁 为什么我们家就吵得这么大声 其实也有这么两个邻居 那个吵得很凶的人 有一天就觉得 我们这样吃再不好意思 然后就带着小孩 去拜访隔壁那一家 这个被人家 访问的这个家长 怎么说 他就是王阁有家 阁就是港话的 他说这个小事情 因为我们家都是坏人 所以我们就吵不起来 你们家都是好人 所以天天会吵 你乱讲 你给我们院子 给我们下台阶 他说我讲的是真话 你看我们家 为什么都是坏人 因为我们脚道车 一旦被偷了 马上有人说 这是我的错 因为我骑出去 没有上锁 就很容易被人家骑走了 另外一个人说 哪里是你的错 那个锁是我弄坏了 我不要去修 也没有买个新的 每个人都错的时候 你就不会吵了嘛 你会吵吗 你们家不是 你们家我是好人 我不会丢假的车 你们不要耐我 那就是因为他 锁弄坏了 他没去修 我才会丢的 他说是我弄坏的 我拿的时候 那个锁就是坏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好人 所以就吵成一团 我想这个也是值得 我们好好去想一下 我们以自家之道 来感化一个国家 以一个国家的治国有方 成效影响到全世界 来平天下 王阁有家交相爱也 我们今天讲博爱 我们今天讲坚爱 其实都不太符合人心 人心一定有亲疏 一定有远近 一定要自己做到 人家主动来向你学习 你才有效 当然了 你不能讲博爱不对 只不过博爱只是个理想而已 交相爱就是什么 老 无老 以及人之老 我先爱我的父母 然后推出去 再去照顾别人的老人家 他有一个过程 这样叫交相爱 一步一步来 没有办法 一下子要扣到天底下 家人挂的六个窑中 从初九到九五都当位 只有上九窑 以羊居英卫不当位 其实这正是提醒人们 家庭一时的和谐幸福 容易做到 可是家道的长久不败 却是很难维持的 那么身为家中长者的上九窑 因为怎样做不增防止家庭 最终分分离习呢 上九窑 我们要特别小心 他说 有福就是让所有向你们家学习的 所有与你们家做模范的 人都能够心悦成福 威如呢 就是说你还要维持你原来专严的态度 你看从初九 闲有家 一直来到上九 有始有终 都要维持相当的尊严 因为小孩子 如果心中没有一点畏惧的话 他如果真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你这个家教就维持不了 为不是害怕 为是敬为的意思 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要让小孩一生一世 都觉得我不能对不起父母 我不能当我的爸爸妈妈 让人家笑话 我不能够使我的父母蒙羞 终极 那你就会最后还是很吉祥的 小象说得好啊 威如之极是从哪里来的 反胜之谓也 就是你回过头来 你自我检讨 我是不是做到 家人挂所讲的 言有误 行有恒 但是 大多数人是无法维持的 心里想老了 现在又不是我当家了 小孩都长大了 所以你看辛辛苦苦 建立起来的一个家 很快就离散了 要建立起来很难 要分崩离席是一席之间 所以 家人挂后面 紧跟着就是葵挂 就是要四分五裂了 大家都长大了 我管你什么哥哥 一家有一家的想法 这都是事实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来看葵挂是怎么来的 谢谢